- 欢迎收看台股战略家,我是陈锋 今天呢,先跟大家拜一个早年 祝大家牛年投资大顺利,牛市冲天 那这样的一个大盘呢 我想不必陈锋多说了 涨涨涨 只是在涨的过程之中呢 总是就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新闻 今天一定要跟大家讲两大重点 第一大重点呢,会在节目的前半段出现 第二大重点,会告诉你 miniLED接下来呢,会换谁掌 miniLED呢,我想陈锋 就用投资绩效告诉投资朋友 战略家还是买在起掌点 战略家还是买在起掌点 所以接续miniLED的会是什么产业 包准大家呢,会吓一跳 太久,闷太久了啦 闷太久的产业呢,就是有卖点 就是会喷 我们来看一下待会第二%的一个重点 是什么 首先 三星要观察 12月30号的新闻 我一再强调 这个消息呢,绝对不是利空 绝对不是利空,是利多 那利多呢,这样的一个证� 地主点到底在哪里 到底在哪里 我想这一张呢,就秀出来 非常清楚 整体的一个车用的面板 诶,各位啊 它的成长率在15.8% 快要将近16% 每年的车用电子那一个 那柄有没有 那柄荧幕 不管是导航 不管是以后坐在车子里面 看电视 唱卡拉OK 唱KTV 都是那一个9寸的 会不会以后越坐越大 整个 整个汽车前面呢 雨刷都没有了 直接放一个 大块的看电视 人就被关在里面这样跑 我就觉得这样也蛮可怕的 蛮 好像整个人就被车控制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 面板的成长率 三星没在嘻笑说 说我给工丁关关的 我都用OLED 没有这一回事啊 没有这一回事啊 所以你看哦 这个我们倒回去前面哦 在去年1月的时候 说要退场 结果友达呢 在1月初的时候 来到最高点 高档放好消息 结果怎么样 崩 直接到6块1 当然受到疫情的影响 也是有 可是这个时间点 未免也太巧合了吧 未免也太巧合了吧 因为疫情呢 早在中国大陆 11月份的时候呢 就已经出现了哦 是不是知道 哎 很严重啊 所以在1月份的时候 放了这个消息之后呢 整个大崩 那这一次呢 这一次在什么时候放 在12月30号 告诉你说 哎呦 不好意思哦 我们要延后关场了哦 要延后关场了哦 所以是不是友达的竞争就会下降 群创的竞争就会下降 各位啊 他在涨到一半的时候 告诉你说这个不行了 你不觉得有鬼吗 你不觉得有鬼吗 结果呢 破月线 然后横盘整理 我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这个消息是利多 不是利空 代表面板呢 是接下来的一个 整体的算是中间的一个主流 OLED要再跟上呢 还需要把它的整体的一个成本呢 下降 他才有机会干掉面板 LCD相关的 所以目前 面板加上miniLED 就是主流 没有 没有第二个主流了 所以目前呢 友达 技术指标 持续修正 慢慢修正啊 快到低档了 盘一盘 有机会 再往上 盘一盘 有机会再往上 所以不管你是买友达 还是买群创 我个人认为 陈锋个人认为 这两支我都没买啦 十几块的我都没买啦 我都买700几块 400几块的 还有接下来会很飙 很强的 这个我没有买 但是 群创跟友达 这两支如果比起来 陈锋的感觉 我感觉啦 我感觉 这感觉哦 群创比较强 群创比较强 这个消息一出来 连月线都没有破 消息出来月线没有破 以盘代跌 修正指标 我哪会再起 会再来 15.95呢 这个 应该是不这样一盘而已 一盘而已 你这样要算什么 10块到15块到16块 起6块而已 起6块不够 起6块不够 所以群创 有友达的 都可以留意一下 不要惊到 14.010回到大盘 回到大盘 14.010 今天关键价我们把它换掉 关键价呢 不再是14.010了 太阳了 都起到那边去啦 28号说量控制很好 一直告诉大家 这盘你都不相信啦 他就慢慢给你起 慢慢给你起 慢慢给你起 你买什么 你都不敢追 你什么都不敢追 为什么 居高思维嘛 管 还有更加管耶 有没有知道什么叫顿化 KD顿化 那就是趋势 挡在走啦 整个全部的人都涌进来了 全部的人涌进来了 这全部是什么 外资啦 大户啦 不是我们一般投资人啦 不是买那五张十张的啦 不是啦 都靠整张的啦 是那样类型的大户进场 所以封关前的最后一盘 195亿 我告诉你 这就是金金掌 那今天呢 今天这个盘呢 我刚刚说了 关键价14010 不要再看那一盘啊 那很够很坏的啊 很远 今天说在哪里 14902点 各位啊 差一百点 万五 你说万五 玩要放下来 盘要崩下来了 各位 台币是不是还继续抢 台币是不是继续抢 那台币这么强势 他有没有基本面 撑住这个大盘 外销九年增 这一次十二月的外销 会不会再续红 我个人认为会 所以主计处认为了 9.3到9.6的年增率 跟2019年相比 会不会达标 我个人认为会 所以有基本面 有资金面 这个盘涨到哪里 不预设 没人知道啦 外锅也不知道啦 你也就是说外锅很厉害啦 不要认为外资很神啦 他也是很怕的啦 所以现在目前的关键价位 我们不就把它提高 今天成交量 3457亿 我们就把它提高到 14720点 如果他继续强势 这个低点不能破 就这么简单 没有别的了 所以成交量放大 各位啊 新的大户 或者是呢 先前呢 继续加码的 我们陆陆续续 再一次进场 这个盘 你不用怕 所以第二点 我跟自己说的 封关之前跟你讲的 要用环掌 让NACD的红棒出现 技术派 要兴奋了 要高潮了 各位你看一下 要留意咯 有没有看到 这个NACD 红棒稍微吐出来啊 要留意咯 现在目前是创下 台积电的 再次的一个新高 他这里会败咯 我晃一下咯 会败咯 要败的当中 你就要洗掉咯 不好笑咯 尤其是 两个礼拜前 讲过的miniLD 你不要再追咯 你不要再追咯 所以 这样的一个大盘的 一个方向的 一个研判 尾盘 对不对 下跌了207点 告诉你 没事没事没事 这些的研判 我都写在TG 我都写在TG 所以你还没有加入TG的 很多投资朋友说 他没有Telegram 各位 这个软体呢 非常非常的简单 非常非常的好用 比起LINEAT 我个人认为TG 使用性更佳 所以 未来整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讯息 我都优先在TG里面发 所以习惯 使用LINEAT的 投资朋友 陈锋刚在这里 告诉你 先跟你说不好意思 你还是要先转换一下 到TG 所以MONEY268 MONEY268 马上加入 台股战略家 所以买在起掌点 我一直在强调 这个节目 买在起掌点 才是真功夫 真的产业在轮动 它有一定的一个tempo 所以一直在强调 提早布局 联发科 我们在12月中旬的时候 就告诉你 700元守住呢 不要怕 在这里又告诉你 23号又在告诉你 新产品都出来了 我告诉你 这5G的一个 整个通讯晶片的市场 我个人认为 联发科有机会 全数呢 能够吃下来 纵使没有100% 780都会是 联发科的囊中之物 Cortez A78 这一颗通讯晶片处理器呢 6奈米的一个制程 我想有护国神山 来帮联发科的晶片 做封测 最后的一个收尾呢 我想 它的一个市占率呢 会扩大 就秉持这个道理 所以联发科我们到 现在为止都没有卖 12月24号 甚至告诉你 明年的主流 它就是怎么样 缓步推升挑战前高 挑战前高了吗 今天的联发科 最高来到798块 我告诉投资朋友 联发科 这里才是开始 这里的联发科才是开始 所以过了前高 763 今天联发科 售792 我告诉你 就是一个字 爆 爆 所以再串波段的一个新高 这句话呢 是不是印象还深刻 油言在耳 好像在耳边绕 绕Cortex A78 Cortex A78 就是要告诉你 IC设计 就是它最厉害而已 还有一家 四星 其他没了 你不要去看什么 其他的IC设计了 那都没够看 最强的就是这种价格最高的 那是最强的 他技术才是最强的 如果还倒在头下的 倒在头下 拍在头下的 那不是最强的 那不是最强的 大盘跌 他没有跌 还能够继续往上 大盘涨 他跟着一起涨 这才是最强的 不会是大盘涨 他还在地上爬 爬那2%3% 各位 这是700多块的股票 能够涨6% 那是不得了的 这绝对有大户进来 所以趋势会不会用顿化 来呈现 继续往上走 我们变化了 还是要追踪筹码了 还是要回到成峰的老本行 筹码追踪 你一票跑掉 我都会知道 我都会知道 所以掌握 产业轮动 掌握筹码 报股 安心 放心 安心 放心 所以一再强调 隆达跟金电的合作 对岸的市场 391亿 日本又开始防疫 这个故事 就是一连串的 他现在 快来给大家放毒 说这个区要涨了 绝对是在前面 就铺好局了 铺好梗了 只是 你们看不看得出来 你们看不看得出来 所以我看 从12月中旬 新闻一直出来 一直出来 到27号 东京奥运 我告诉你 今年的 日本东京奥运 绝对会办 绝对会办 明天 富彩投共上市 MiniLD将迎来 第一波的高潮 第一波而已 各位 第一波 不会第一波就结束了 可是问题是 如果你没有跟着 我们的团队 你没有跟着战略家 在 适当的时候 适当的时机 进场 比如像这一档 科学家 都已经告诉你 全部都在攻击 都在攻击 都快受不了了 都告诉你 它就是最强的一个转机股 这转机股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 单从筹码来看的话 欧系客户 哪一家 我不方便说 个人认为 很有可能 这个单呢 接到 这个单 接到 七年都不涨了 在这里量能 异常的出现 各位 大人物登场了 所以这张 从12月16号 到17号 告诉你要过前高 到 29号 喷涨停 我已经告诉你 主流就在这里了啦 你要去哪里吹 不要乱找 不要乱买 不要当时候 还去买瓶盖股 这样你就 掉了 不是说错 时机财 时机钱 你没有搭上 你没有坐上 你这个喷的一个快感 没有出来 那就可惜了 同样是一套资金 你还在里面隔 还在里面铺 这有抓对了 他的一个喷射的尾巴 直接出去 直接出去 30号 我还是讲 胜负正要开始 上引线上引线 人家出国了 爱迪森 让他出国了 上引线 好长一根天线 出货出货 追高杀低 你要吗 对不对 我告诉你胜负开始 就是还会有行情 就是还会有行情 所以你在 你在去年的 最后一天 12月31号的时候 一往下开 你怕到 快点买出来 上引线出货了 他这里一定要往下灌 往下灌 要往下跑了 不好意思 直接再度冲高 最后快要接近所长厅 你是不是又买回来了 是不是又买回来了 为什么这里 大力的叫会员 选你会员 抱住 筹码的了解 筹码你票流到哪里 我都能够做追踪 我都能够做追踪 所以这一档LED 我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全市场 乘风第一 有谁的miniLED 获利高达35% 到现在我都没卖 到现在我都没卖 所以龙创 光红 顶元 华星 还有谁 还有很多 太股 这些的股票 全部都喷出去 甚至有些 还往下打 那这么多的一个miniLED 你现在去看 全市场的一个专家 全市场的一个分析师 获利 miniLED 有没有超过35%的 有的话 麻烦在这个影片下面 下方给陈锋留言 说有某一位专家 他目前miniLED大赚50% 我要来认识认识这位专家 认识认识这位分析师 他一定有过人之处 我要学习 但我敢保证 12月15号 陈锋第一个 喊出miniLED 35% 我告诉你 正要开始 正要开始 华星也是一样 25号为什么敢上车 就是对筹码的了解 一路涨 一路涨 买进之后呢 锁涨停 隔天再涨停 隔天开高走低 那有人说 前几天的跌停呢 我告诉你 不要担心嘛 不要担心嘛 纵使他已经有五分盘了 纵使他呢 有过跌停 都不碍于趋势的前进 都不碍于哦 意思就是什么 意思就是什么 还有行情 还有继续走嘛 行情还会继续走嘛 所以你 现在资金都在这里 你烦恼什么 烦恼是什么 你如果没有miniLED的 你如果看企业 你还要迫的 不好意思 你买一遍的时候 就开始在喊了 就开始放了哦 所以明天1月6号 副彩头控上市 上市了哦 你现在又买下去了 掉了 掉了 所以你现在没有miniLED 没关系啦 还有好多像miniLED产业 喷出去的产业还没有动 待会我们告诉你谁没有动 哦 谁没有动 所以华欣 我们放 爱迪生 我们也是一拳 不要看了啦 那就是会掉下去就对了啦 哦 会掉下去就对了 啊只是说你买很贵的啦 哦 你买很贵的啦 所以你如果说正前的 你都没买到 联发科太贵你不敢买 哦 红索太贵你不敢买 哦 miniLED 你说那怎么的 那怎么可能会掉 miniLED就在不行了 哦 产业呢 跟友打的同样 跟隆打 跟群创是一样的呢 那都没掉了 我买这边做什么 哦 没关系 我知道你的感受 我知道你的感受 我甚至知道你在想什么 没关系啦 不然我们来啦 我们来 再来一次 我们再表演一次 买在起场点 5G 哈 5G 啊5G 我也有看头哦 哈 5G 不是死很久了吗 倒在头上吗 我跟你说 没有哦 等一会儿 你们知道一支厉害哦 泰尚皇 呵呵 这个名字太久了 我每次要想这个名字 我都想很久啦 比找股票难啦 哦 这名字有够坏心的啦 我们来看一下 待会儿那一档 泰尚皇 长怎么样 5G 前瞻的一个计划里面 四年快要将近500亿 这个钞票是政府拿出来 要供应整个包括电讯通信商 还有网路通信商的一个 可以说补助款啦 把你这产业插起来啦 插起来啦 5G专网公司全面部件 那阶线的那些 那阶线的那些 所以目前呢 有一个叫什么 一个架构 Open R N A RAN RN 等一会儿看看 哦 这样的一个架构是什么 等一下解释给你听 那这个架构有了之后呢 我们就能够发展出一个国产的5G设备 是怎么说来来到这 哦 Open O-R-A-N Open R-A-N Open Radio SS Namework Alliance 这个是什么 国际开放的一个网路组织嘛 这组织要送啥 所有电信商以台湾来讲 中华电信台湾 大哥大 亚太电讯 远传 还有包括中国的中国联通 中国电信 日本的 美国的ATM ATM ATM 还有什么 Docomodo 这些所有的一个电信商呢 组合成一个联盟 未来只要5G的一个规范 我们规范出来 在地的制造商 网路通讯的制造商 的设备 只要能够符合这一个 Open R-A-N 这样的一个架构呢 你就可以使用 你就可以使用 不以前是怎样呢 以前都要把 Nokia 都要把 益力信 Arison 买这些网通设备 不管是2G 3G 4G 都是要这样做 那未来只要 能够符合规范的 就可以做为5G 的一个替代替代 替代这一些以前的 Nokia 或者是 益力信所 研发 所发展出来的产品 你说这市场大不大 变成说 以后呢 5G的商品 5G的网通产品 就是在台湾制造 那这块饼 怎麽吃下去 这块饼 怎麽吃下去 这块大饼 谁要吃下来 太上皇 这件厉害喔 富爸爸加持喔 富爸爸加持喔 他现在起到 起到多少 三多块啊 今天我们团队 买进 1月4号开春 第一档 就是5G 5G设备 台湾制造 这个市场非常大 他提供什麽 射频单元 基站分散单元 跟基站的一个集中单元 什么RU DU CU 你都不用看 来看这点就好了 看这点就好了 各位啊 这个天线喔 你们在空旷地方 绝对都会看到架设 这样的一个天线 RU 他都说的射频单元呢 就是挂底 这个天线会卡 这个很像 这个是有点像尿袋啦 挂在这个下面 挂在这个天线下面 那距离天线越短呢 整个传输的一个 失真率呢 就会大幅的一个下降 所以RU 射频元件 是在5G的一个天线 的基地台里面呢 非常重要的一个元件 这个谁有做 太上皇 太上皇 所以刚刚讲的 来我们再回到上一页 DU 跟 CU 它是在哪里的 来 BBU 就是这一页啦 你这一页想 你来想说 这一台呢 是电脑的一个主机 你这样想就好了 电脑的主机 那电脑主机有重要吗 重要吗 那它做的元件 就是刚刚讲的 分散的一个单元 跟集中的单元 什么是集中 我简单介绍 介绍一下就好了 集中单元就是 只要跟讯号发射有关系的 从声波 要转换成电磁波出去的 这是在通话里面 最优先要处理的嘛 这个就是什么 集中单元 CU 那不重要的呢 我在手机上发送电子邮件 这个比较不重要的呢 就会分出来 分到什么 分到分散单元 DU 所以这两块呢 这两块模组呢 它就会集中放在 BBU 这样一个机器里面 BBU 太上皇 5折 RRU 射频元件 太上皇 也有做 而且喊出来是 5G设备 台湾制造 政府全力相挺 又有副爸爸 营收呢 慢慢逐步攀高 已经来到近三四年了 来到最高了 各位 这一档非常非常诱人 今天呢 我们早盘大力买进 最后尾盘收高 收高 收高 各位 已经快要往前面的一个 次高点 要做挑战 往前面的次高点 往前面的次高点 最头钱50几块 拜头 现在30几块而已 很便宜 很便宜 这个大人都进来了 你看到这成交量 有没有 这成交量 这成交量 一直要吐掉 一直要吐掉 大人物 已经进场了 重点在于 你什么相信 所以迷你会在 你爱迪生没买到 哪有要紧啊 没有关系啦 台股1700多档 至少有一半以上 都是爱迪生 一半以上 都有人在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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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手在告 外资在告 都有 你没买到 没关系 没有关系 我们换档就好了 不要执着在mini LED 那说过了 就不要再说了 我说两周 那不要再说了 获利扎扎实实的 35%就这样出去 华星也是一样 也是这样出去 一拳我们等一下 一拳等一下 要不去就要不去嘛 不可以跟你说 他噴到什么 就要不去嘛 要不去 等一下 我们等一下 我们等一下一拳啦 我们等一下一拳超人 最后一集 就让一拳来表演 所以你如果没有买到的 都没有关系 来看一下泰上皇 来看一下5G 来看一下 新闻都没有讲的 所以你在做股票 你在操作股票 要不要看新闻 你看新闻 绝对挂掉 看新闻操作 挂点 千万不要看新闻 不要说什么疫情有多严重 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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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台股还会大涨 要不要打开一拳 打开一拳 打开一拳 股市头可没有坏掉 坏掉是 大家不愿意相信 啊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再去 怎么会越来越强 台币强 台股就强 这就是今天的结论 MiniAD 你没有买到 5G的泰上皇 你绝对要 非常非常的 紧盯着他 紧盯着他 所以接下来 会什么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 我们持续呢 战略家 帮各位 来做一个追踪 所以今天呢 我想很多呢 我们的 不管是 VIP的股票 还是金赚 会员的股票呢 一路上 都有表现 你的库存 有表现吗 没有表现 我想加入 陈峰的 TG Mini268 你就知道 接下来的主流 会是哪里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台股 战略家 明天下午 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拜拜